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 洛杉矶是一个充满诱惑,犯罪纵横的城市 腐败透点的警察局正是资深这一切的土壤 垄断毒品市场的墨西哥黑霸老大 被警方逮捕入狱之后 众人为争夺对方留下的巨额财富 忙得不可开交 欢迎收看小圈电影 这一次分享的是高分犯罪片 《洛城机密》 电影的主人公是三个性格迥异的警察 其中铁面无私更直冲动的怀特 是一个崇尚暴力执法的警察 只因目睹到一起家暴事件 他没几下便把施暴者收拾干净 杰克是一名明星警探 善于上下打点 十足的社会老油条 他和小报记者狼狈为奸 专门揭发明星的桃色新闻 赚出外快的同时 还让自己登报出名 文质彬彬 思维严谨的积极 此成副业进入警局工作 是一个入室卫生的菜鸟警察 他不过现任警长的善意阻拦 职一样到刑事科工作 这三个警察平时互不往来 却因为一起打架事件 使他们的命运产生了交集 圣诞节当晚 怀特的搭档肥仔正在私刑报复 之前殴打警察的墨西哥人 脾气火爆的怀特很快也加入其中 随着越来越多的警察参与了殴打 现场一片混乱 集结上前劝阻发出警告 同时觉得碍事 把他关进了小屋 而警察殴打犯人的一幕 被闯进来的两名记者拍下照片 第二天 以血腥的圣诞节刊发在报纸封面 局长为了挽回警方形象 把不肯出卖搭档的怀特撤职 而积极主动表示 愿意出庭作证 指控发起者是即将退休的怀特搭档肥仔 结果被局长当场升职为刑警队长 杰克左右逢源保持中立 既没有得罪上级 也没有得罪同僚 但刚被撤职的怀特 当晚就被警长悄悄地复职 并委托了一个神秘的重要人物 做掉几个逍遥法外的黑帮骨干 一直截灭墨西哥黑帮老大的巢穴 谁知道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几天之后 猫头鹰咖啡店 发生了一起重大枪杀案 七名死者中 有刚被开除的警察肥仔 以及一位整个容的金发女 怀特向咖啡店老板了解到相关信息 得知金发女在案发当晚 是被老客户中东土豪带入店内 于是她立马赶到对方豪宅进行质问 而中东土豪也没遮掩 探言自己开了一家妓院 把女孩整容成明星的模样 都是为了吸引社会名流 前来享乐 根据对方的口诉 怀特得到了金发女闺蜜苏珊的信息 怀特马不听梯赶往对方家中时 没想到在门口碰见了政府议员 在第一次的接触中 苏珊表示自己做妓女 完全是被生活所逼 而怀特也没了解到和案件有关的信息 反倒是家床里短了一番后 两人妥妥地看对了眼 各自内心的情愫都在悄然生长 警方判断猫头阴暗是墨西哥黑帮残渣的报复行为 便派积极为首去抓捕嫌疑团伙 由于首次去执行任务 经验不足的积极过于慌张 开枪打死了几个逃跑的嫌疑犯 因为猫头阴暗的破获积极神速 表现出色的积极被受于英雄奖章 但从被墨西哥人性侵的女孩口中得知 他招候的几个凶手只是替罪羊 案发当晚有不在场的证明 也就是说 猫头阴暗的凶手另有其人 积极便决定重新展开调查 在此期间 怀特已调查为由来到苏珊家中 情不自禁地和他发生了关系 激情完毕 怀特知道了一个重要线索 中东土豪让记者偷拍名流嫖妓的照片 然后进行敲诈逼迫对方利益交换 事实上 怀特也清楚 积极并没有破案 猫头阴暗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他到警局查阅案件的资料时 注意到一张有两个杯子的照片 从而怀疑肥仔和金发女可能有关系 结果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金发女母亲一眼就认出肥仔是女儿的男友 不仅如此 对方还说出肥仔曾和另一个男子 在家中发生过激烈争吵 这时 房屋内的臭味 引起了怀特的怀疑 他寻着气味来到屋外的地下室 果然发现了一具早已腐烂的尸体 从身上的证件获知 死者是一个被开除很久的警察 丹尼 怀特又从县人口中了解到 丹尼曾想找上家买他的海洛因 因此他推测 肥仔和丹尼的死 可能与毒品有关 此时吉吉和法医的交谈中得知 怀特也在调查猫头鹰案 他很快顺着线索来到了金发女的家 同时把那具尸体运回警局进行调查 一来二去的情况下 他对怀特也产生了怀疑 但吉吉用出卖同事的手段谋取职位 被刑事科的所有人鼓励 为了获得内情科捷克的帮助 他说出自己做警察的初衷 为了记住神秘的杀父凶手 特地地给对方取了一个叫陆陆细细的代号 因此他对逍遥法外的凶手恨之入骨 听为吉吉陈述完理想 捷克被深深地触动到 便决定帮他协助调查 很快他们发现 怀特和苏珊的亲密关系 两人又开始了双管齐下的策略 捷克去警局检查验室报告 吉吉去苏珊家了解更多的情况 但从怀特的口中 苏珊早就听说吉吉的奸诈 当场把他贬得一无是处 被羞辱的吉吉却经不住苏珊的美貌 竟然鬼使神拆得和对方发生了关系 这一幕正好被窗外的记者拍了下来 另一边验室报告证实 死者正是前警察丹尼 捷克翻阅旧档案发现 他和肥仔是搭档 而当年的负责人正是现任警长 捷克带着满腔疑惑 连夜赶到警长的家中 询问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警长得知吉吉还不知道此事的时候 当场探枪打死了杰克 因此之前 杰克费力地说出了陆陆细细 到了第二天 警长下令 不必找出杀害杰克的凶手 当他向询问杰克好友陆陆细细的身份时 吉吉猛然醒悟 意识到警长正是幕后真凶 狡诈的是 警长还故意当着怀特的面 让记者说出苏珊和吉吉滚床单的事情 而怀特看到两人的艳照 立马切得怒火中烧 连忙开车去找吉吉对质 但实际上 警长想要让怀特干掉吉吉 随后他杀掉了知道真相的记者 而怀特也不知道 苏珊隐瞒警长犯罪的勾当 故意对吉吉进行色诱 都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但怀特拿着偷情照片 把所有怨气都发泄在了吉吉身上 幸好在一番激烈的四打发泄后 怀特终于相信吉吉所说的事情真相 原来吉吉搞清了全部的来龙去脉 墨西哥黑帮组织瓦解后 警长想控制洛杉矶的毒品交易 前警察的安妮偷了50公斤的海洛因 被肥仔发现枪杀嫁祸 警长发现肥仔毒痛海洛因 便找人在猫头鹰咖啡馆做掉 于是两个人统一了战线 准备一起对付大boss 但中东土豪已被警长抢先一步干掉 他们同时意识到苏珊的危险 只能临时求助另一位警长去保护对方 结果怀特和吉吉获得了假情报 好不容易赶到胜利旅馆 却不料正好中了警长的技 几个激烈的枪杖回合后 两人早已遍体鳞伤 就在怀特扶起吉吉的瞬间 警长在门口突然出现 怀特推开对方自己右肩中弹 接着又中了一枪倒敌不起 从吉吉的口中 警长明白了陆陆细细的含义 正准备要杀人灭口之际 怀特将匕首刺向警长小腿 吉吉趁机爬起来 拿起长枪对着了警长 这时候大量警车闻讯赶到 警长不紧不慢地掏出警员证 高举双手静止离去 吉吉望着他的背影 后动扳机 彻底干掉了对方 为了掩饰警局的重大宠闻 警长成为壮灵牺牲的英雄 被身为新警长的吉吉 也随波逐流 自然每接露出另一起黑幕 前任警长肥仔等一群黑警察 串通中东土豪开设妓院 利用记者偷拍燕照来控制议员 想实现黑白通吃 一手遮天的伪业 经历过惊心动魄的生死劫难 苏珊消除了对吉吉的误解 但还是拒绝了对方的挽留 她选择了善良正义的怀特 一个可以为自己放弃全世界的男人 而怀特和吉吉再也不信绝对的正义 在两人心心相细的交互衍生中 这部剧情复杂 跌宕起伏的犯罪电影 正式落幕 好了 这里是小春电影 点赞留言的小伙伴 我会帮你盖被子哟 下期栏目 不见不散